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个盘的走势已经跌破极限 目前的位置已经达到了半年线 半年线的部分就这条蓝色的线 半年线 不过它没有什么量 连续四天成交量是缩在600亿以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 先从技术面的角度来分享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后面该怎么做 第一个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大概是 12月5号9138点 今天收盘是9118 所以我们跌破了这个位置 之前我跟各位谈过一个低点不能向后退 如果你低点向后退代表 这一段的涨势已经结束了 如果这段涨势还要再延续的话 它就不会跌破前低 如果指数跌破前低 价格跌破前低 代表这一段涨势已经结束了 好 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修正坡 这地方从高档9430点修正过来 这第一波修正到半年线 将来谈上去之后还会再做修正 但是这个修正的结构 其实很重要关键点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外资的慢压去造成的 举个例子 你说今天跌幅最深的是哪个族群 来我带你看一下 生技股不谈 今天生技股很强 电子跌0.588 金融跌1.7 然后呢 然后塑胶跌了2.24 塑胶跌最凶 跌了2.24 然后水泥跌了1.85 金融跌了1.78 包括钢铁也是跌的 这个地方没有看到钢铁 钢铁的部分也是跌的部分 钢铁也是跌的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来看你的东西 钢铁塑化水泥 它是属于原物料 金融 加一个金融叫非电子 那之前 非电子 因为这一波外资竟然买的就是原物料跟金融股 所以呢 很显然今天的一个 他们的原物料跟金融股的重挫 基本上就是表示 外资在调节的动作没有结束 所以造成了目前的状况来看 大概我应该这么说啦 就赛怎么样 就是明天最后一天啦 不然你是要怎样 明天最后一天啦 你就再卖嘛 因为之后你就要去放年假 就24号开始要放年假 所以我在想 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啦 理论上今天最后一天 所以呢回过头来看一个东西 如果这个是外资卖超的一个 该卖的部分 今天是最后把它卖掉 那就有点抄跌 所以呢 季线的部分 两天之后会把它推回去 理论上 理论上是这样 那再来就是 季线本来就不是弯头向下 季线并没有这样往下盖 所以基本上就是 它的支撑性跟压力性就不是这么大 但是呢 我们确定一件事情就是 从8879点涨到9430点 这一段涨势结束了 后面再进行一个修正 那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平台修正的概念 不管如何啦 这个 今天的下跌是事实嘛 跌了85点 所以呢 很多的股票跟了沙虎 包括一些中小型股 但是在这些沙的股票当中 有哪些能够逆势走高 未来形态的结构里面 什么样的族群它可以关注 今天的升级股很强是因为 4174的浩顶 一开盘拉到涨停板 我们知道这种股票不可能是外资卖 也不可能是投信卖 所以它是市场派回来了 其实我再带各位看一个东西 3293吧 看一下 星象 星象结婚拉尾盘 这些都叫做主力股 我先带你看几档主力股 浩顶 星象 这是游戏的股 星象 另外一档就是6238的胜利 这是车店的股 胜利在今天是维持在盘上 我们再看一下胜利的股票走势 短期间是往上走 你从这个现象 这些股票都不是法人股 所以它是内资股 换句话说 其实内资开始在接手 所以内资的接手 只是现阶段看不太出来 原来是因为大盘是中错的 所以投资人的信心是不够 但是别忘了一件事情 如果是内资股 内资的天下 我们要怎么做 我在昨天跟你谈到了三个选股的方法 一个是集团股 一个是投信作帐 那么另外一个叫做什么 低价大量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 在做这些股票的过程当中 我们唯一想到的是 想到的是将来 如果还有新的资金进来 它会往哪个方向进来 它是外资进来 内资进来 投信进来 还是所谓的市场派进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如果未来是市场派进来 我们在选股的逻辑里面 要往市场股去走 这才是关键 对吧 就像我之前跟各位谈到的光通讯 然后从光通讯到PA 对吧 那我的光通讯里面 联军是法人任养 所以我还没卖 我还没卖 那我是等到投信作帐完 大概下礼拜 我会找个高点来卖 投信作帐完为止 另外呢 我们在选股的方向里面 从光通讯到PA 我有跟各位谈过 PA目前 我们唯一重仓的股票 叫做2455的全新 你要不要看一下全新 往上涨 今天大盘是跌到 所以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这些股票已经开始有人在做接手动作 全新做什么 我买全新不是买他的PA 不是买他的生化家 我买的是这个全新的雷射雷晶片 他通过了市场认证之后 目前已经接到两家客户的订单 对他的雷射雷晶片开始下单 一家是美系的 一家是中系的 他自己公布的 详细的状况 我当然会比你更清楚 但是呢 因为他只公布到这边 我只告诉你 一家美系 一家 一家是中系 你看这个下单多多 你要不要看一下全新 从45块 我给你介绍 一路上来 到今天50块 不多了 但是你有发现 不管大盘怎么走 它是往上走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如果我们的选股逻辑 可以往这边去走 去找到它的方向 我跟各位谈 这个很厉害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 进货盘 这是进货盘的概念 所以进货盘 你可以看那个量价结构 它温温和和的往上走 这是标准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进货的一个结构 它目前还在进货 目前 目前应该从量价结构来看 还是进货盘 慢慢走 不需要带 不需要急涨 慢慢走 这个进货盘 进到最后面 什么时候你会关注它 涨了满 然后就拉了一大段之后 你才会发现 很多人都是这样做股票的 然后股价涨了一大段之后 哇好厉害 就推进去了 好 我们很早就跟你讲 我们很早就布局了全新 当然我们 我们在买的过程当中 也有些股票会被卡住 我们怎么去思考这个逻辑 比如说 我有当股票被卡住了 这卡住叫二十六四的蒙利 蒙利被要卡住 叫蒙蒙的蒙利 蒙蒙蒙蒙利 今天的蒙利呢 破线 那么 不管我怎么买 不管我怎么买 短线它就掉下来 代表我被卡住了 但是呢 我觉得 破线 理论上是基本面选股技术面操作嘛 那技术面操作在今天破线 破月线应该要在那卖方 破季线 这个破月线 破月线应该要在那卖方 我并没有卖 我要几个原则跟各位分享好不好 就是有些股票我会卖掉 有些股票我不卖 原因在哪里 我会来去做一个思考 第一个 今天蒙利的破线 有没有放超级大量 第一个我要看它中期的筹码 有没有散出来 破线一定有短线的停损卖压 如果今天卖 我今天也是短线停损卖压嘛 但是我没有卖 我没有卖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 技术面并没有太大的成交量 并不是这个量大到不行 今天就有一千张了 第二个部分 那蒙利十一月一收表现不错 然后呢 十一月一收月增了百分之十五 第二个部分 人家十二月十三号台积电还跟他下单了三点零五亿的这个厂物设备 它是半导体设备厂 它也是面板设备厂 那面板设备厂里面 它又是京东方跟华兴光店 就是大陆的面板厂 一个京东方一个华兴光店最大的两家 它也是蒙利的客户 那华兴光 京东方的十点六代厂 它的一个这个下单动作已经下给蒙利 那我问各位 现在蒙利新接的订单大概有七十一 那你新接了七十一的订单 你股价会崩盘吗 不会啦 我认为不会啦 所以我认为它其实是比较偏向在压盘 慢慢压下来压下来压下来 看起来很恐慌 尾巴再被你找回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如果我被他骗出来 我一定杀了这个位置 我就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蒙利蒙蒙的蒙利 不会就这样结束掉 所以我并没有卖它 当然目前还被卡住 目前还被卡住 但是呢我常在讲说 做股票不就是这样吗 基本面选股技术面操作 当基本面选完股票之后 技术面就照着纪律去做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从技术面的角度 我们从基本面去分析技术面的角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我再强调一次 基本面选股 技术面操作 是我带会员操作的 这个一个原则 然后呢从价值出发 用成长画梦 是我的原则 但是呢当技术面不利的时候 我会用基本面的角度去分析它 这个地方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这是我决定要不要卖出的一个原因 那我决定不卖 我认为不可能 如果蒙利的已经接到台积电的 12月13号接到台积电3.05亿的 厂户设备的一个订单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它10月营收会怎么样 会表现不错才对啊 如果它12月营收会表现不错 股价怎么会崩盘 当然就不会嘛 这实际上它的一个这个状况 这就是我跟各位分享 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 往往因为我买的时候 并不是去买它这个工上去 我买的是 我本来就买它一个盘旋的架构 我买它这个位置 那我买它本来就是一个盘旋架构 后来又进去买 后面买的就不要卡住 那不管如何 重要的关键点就是 如果它的基本面没有任何的改变 我觉得我的操作 我宁可相信基本面 不相信技术面 尤其它股价位接在低档 在低档相信基本面 我给你看一下 股价已经从53块修正回来 如果它的股价在相对的低档 以基本面为主 如果股价在相对的高档 以技术面为主 比如说一根长黑 不利用理它 第二根长黑掉理它 因为它跌破了这根长龙棒 所以这次是基本面 选股跟技术面操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我未来会慢慢跟各位来分享 因为时间不是很多 所以回过头来看的话 我觉得台股的部分 现阶段明天开始 市场派的股票会上来 所以赚红包应该是从明天开始 那到底是不是升级股间 其实我起心动力想买升级 那我会买什么 因为它一下子拉涨平板 我不可能买它 买不到了 我曾经想过要买它 但是我没有 没有做 还好了 也还好 目前没有做 做的话 可能就会被卡到高点 就会被卡到高点 好 不管如何 我的一个简单一个想法是这样 如果股价在相对低档 我低档去买 我的安全度够高 因为买在低档 才能利用不败 从基本面选股 技术面操作 从价值出发 用成长画梦 是我带会员操作的 唯一法则 然后我会用基本面 来检视我的技术面 或者用技术面来解释我的基本面 这些操作的方法 将来会跟各位一一来分享 那现在呢 你只要关注到 这张股票 我先告诉你 目前看起来 是主意还在吃货当中 有兴趣的可以跳进来 你希望跟我做的 我会带你来做 欢迎各位能够跟上我 那么操作脚步 因为 抢赚红包前 应该是 从明天开始会更容易了 所以赶快跟上脚步 谢谢你接受看 明天同时间再见 拜拜 本公司已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刑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欢迎订阅订阅 请不吝点赞料仲